大家好,我是永哥,今天是12月18号 我正在参加西瓜视频的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是这样说的 在2021年进入倒树的时候 我们想邀请你做一个很有意义的也非常有趣的事 只要你把2021年12月18号这一天 今天就是12月18号这一天当中的任意一件 你想要记住的真实瞬间 通过拍摄的方式拍摄下来 不要紧固夹拱 不要夹音乐 不要夹字幕 上传给我们 这个内容在未来有可能 已成为一个真实的纪录片哦 好,那么开始进入主题了啊 看一下 永哥这一天的生活 今天我双修 昨天晚上四点钟睡的啊 双修 双修 现在是小王同志下班了 洗脚水烧好 伺候的明明白白的 这个你们都懂的不想多说了啊 你这个瓦的咋看的不咋暖和啊 会暖和哟啊 哇好暖 我也想泡泡咋能啊 我也觉得冷 你昨天等我泡泡咋 这啥子推着 好 能一块下锅窝 不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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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主题的那个样子 今天休息 还要把工作服洗一下 等一下勾一锅的放洗衣机里边 苏州这个天气是降温了啊 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冷 今天这个晴天了 还是不错的 明天又升温了 零上了 今天是零下两三度吧 明天是零上多少度到十一度之间吧 还是美好的一天啊 其实我的生活很简单 就是骑电名车去公司上班 上班回来之后呢 到家做饭 这是我经常做饭的这一套 现在这个气也涨价了 比去年翻了一倍 喝水暖的 烫死了 烫死了 我刚倒了 你笑着了 哎呀 你看你拿大爆鸭又露出来了 这个小王同志是工作了一晚上 多丑 你躲那个坑 我没放皮啊 今天小王是上了一晚上夜班了啊 你看这个 有点憔悴了 等一下 洗胶水一喝 这一天的生活就过去一半了 中午再煮个面条 在外边都是这个样子 每天度过的 嗯 好了朋友们 本期生活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们的观看 喜欢的话 长按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